在台北市租屋是不是真的壓力越來越大呢 實際來到松山區這間五坪大的房間內 光是一個月租金就要7500元 如果以年輕人22K的薪水來看 幾乎就佔了三分之一的月薪 雖然基本的床 廁所都有 但空間實在很有限 願從雲林北上打拼 25歲的Arthur探嫌台北生活真的不容易 大一點 然後3500 然後有些還說不定還包含水電 薪水扣一扣幾乎可能剩兩三千塊 實際比較七都新鮮人租金佔薪資比率 以平均10坪套房租金來看 台北市就要一萬六千四百八十元 佔比高達百分之六十三 台中 桃園 台南也都佔了三成以上 就算在北市租三十坪整層住家 同樣也要百分之六十的雙薪月收入 約四萬四千四百三十元才有辦法達到 租房子的人越來越多 但是要出租的房子卻沒有同時增加這麼多 包括所謂的房屋稅 包括所謂的地價稅 包括所謂的二代健保 所以它的持有成本增加 以全國租金指數來看 從2014年12月的102.33到2015年11月的103.3 一直到2017年7月的104.74 已經連31個月呈現上揚走勢 每一年的一個買賣的移轉件數 房屋來說大概是36萬到40萬件左右 那去年我們看到只有24萬件 每年增加了十幾萬人的這個所謂的 東森 財經新聞 劉菊欣 兩例 台北採訪報導 還要得到 支付 超新的屋你 請問有多丟臉 我們看見他們的確保 發出租特色的 缺乏